大家好 每天一款实拍车 这是全新一代的宝马X7 它已经上市了 起售的价格是100万元整 那最高配有一个160多万的八缸车型 那一定不会是销售的主力 所以我们今天呢暂且不聊它 我们主要还是看六缸的三款车型 六缸机M40i的车型 是340马力 450牛米 匹配一个8AT的变速箱 全系标配四驱系统 那三款车型分别是100万元的 最入门的配置领先型 和这款中配的108万8千的尊享型 还有最顶配的是125万8千的行政型 那为了之后的描述方便 我会称它们为低中高配 那我们这台是中配的车型 关于宝马X7 我们已经有拍过抢签的试驾视频 和静态体验的实拍车的视频了 去老司机APP上搜二师兄X7就可以看到海外试车的视频了 今天我们来店里主要是拎三个重点来和大家聊 首先是感受一下这台宝马旗舰SUV的豪华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作为三排座的SUV 我们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实用性 那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根据它现在的车型的售价 以及配置给大家做一个购买的推荐 我们首先来看这台车的豪华 前脸的豪华最核心的一个点 一个因素就是进气格山 这个双肾的进气格山可以看到数向的这个高度 非常的高 非常的夸张 就是一个硕大的鼻孔 那宝马现在的车型 只要这个进气格山鼻孔越高 它就越豪华 越扁越宽 它就越运动 这个你去看一下八系七系和X7 这三款旗舰就会有所了解了 那大灯的光源 有一个蓝色的内部的装饰件在里面 这个是激光的大灯 那也是从中配车型开始 才会标配激光大灯 往下的更低配的车型是需要选装的 我们再往侧面看 那这台车的侧面的整体轮廓比例和造型 它很像是在X5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的方正 更加的硬朗 并且更长了一些 车身尺寸是够大的 气场感也是有的 既然提到气场 就不得不谈一下 它的21英寸的轮圈 更高配的车型上是22英寸 确实22英寸的视觉效果一定会更好一点 但是21英寸的轮圈 搭配的是一个四五扁平比的轮胎 对于这款车来说 20英英寸轮圈 不会显大 它也不会露窃 同时四五扁平比的轮胎 会对舒适性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是更符合这台车 这个级别的车的实际使用需求的 车尾的设计 其实是显得有一点平淡的 下面的双边共两处的排气 也是这个级别的一个起步水平 车尾比较能彰显身份的地方 就是这个F7的尾标栏 所有人都会知道 7一定比5 然后更大更贵一些 可以凸显出这是一台旗舰的SOV 是宝马品牌的旗舰SOV 车厢内的豪华感 我觉得首先一个大的结论 就是以100多万的价值来衡量的话 其实会稍微欠了一些 还有再提升的空间 那具体来看 设计上没有太多的心意 因为我从知道这台车是宝马品牌开始 我就已经知道 它的内饰不太会有太多设计上的心意了 其实用量还是可以的 有手能触及到的地方 绝大多数都是皮质或者说木质的材料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设计上给人的豪华感 就是离100多万的预期 还有那么一些的差距 那豪华感的主要有两个亮点 也是要值得表扬的 一个是中控这一块区域 它的挡板 还有无要是启动的按钮 还有多媒体的操作的这个旋钮上 都有水晶的材质 这个看上去呢 就会有一些那个绚烂高档的感觉了 还有一点就是车顶 那选装了这个阿肯塔拉的顶棚 这个一摸上去 包括眼睛看上去都会更有档次一些 其他就是两块液晶屏幕了 12.3英寸 这都是宝马的系统 我们很熟悉 不作为这期视频的重点 依旧是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看这台车的第二个重点部分 也就是空间实用性 先来看一看前排的储物空间 首先中控这里是一个储物格 里面有无线充电板 还有USB口 12V电源 以及两个背座 背座是有加热制冷的功能的 这个是很方便的 但是这个储物格我觉得还有再提升的空间 就是它可以变得再大一些 储物的能力再丰富一点 因为仅是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说实话放不了太多的东西 这双服务手我们也打开看一眼 里面有Type-C的充电口 但是这双服务手的容积同样比较有限 那作为一台三排座的SUV 我觉得它比我预期要低一些 那手套箱这都是常规水准 膝盖前面也有一个储物格 它门板上的储物格是比较大的 前后这个距离非常的长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背座 而且门板上这个扶手底部是封闭的 可以放一些杂物 这都是更有利于储物表现的一些细节 那先来聊座椅 那座椅它的配置层面前排是有加热 没有通风 然后有方向盘的加热 以及我看了眼还有背座的加热和冷却 那说明这台车 我们这台展车是选装了 价值13000的一个冬季套装的 它还包括了后排座椅的加热功能 其他的配置它有两档的机翼 宝马的车几乎都有机翼的 那座椅也是完全的垫条 那座椅的填充物 这个软硬是非常适中的 而且以我比较适中一些的身材 坐在这个地方的话会感觉包裹感 以及它的支撑性 都是符合这个以讲求舒适为主要定位的一个车型的 它的使用需求的 皮子的面料我也摸了一下 是很光滑很柔软的 符合100多万的这个档次该有的一个表现 所以座椅是可以给一个好评的 放盘摸上去这个手感也是非常的棒 而且前排我座椅现在已经调最低头部 你看我自己不用去量 我都觉得离上面是有一块很大的附雨的 所以这个前排的空间你是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去看看第二排及第三排 来到第二排 我现在是把第二排的座椅完全放在最靠后的位置 也就是我不需要考虑第三排 也不需要考虑后备箱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空间是 你看非常宽裕 我也不用去量了 头部也没有问题的 这台车的车高是够的 全景天窗延伸到了这个地方 采光是OK的 前面的配置比较丰富 能看到有一个双驱自动的空调 而且有后排的座椅加热 提到这个 我们来讲一下这台车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前排是标配了加热 后排的加热在中低配上是需要选装 前排你也可以通过选装或者顶配的标配 可以获得通风和按摩的功能 后排这些就没有了 那我认为首先通风的功能 对于部分人来说是必要的 因为有些人会很怕热 有些人夏天是需要通风功能的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 比如说像我 我是不太喜欢身上出了汗 有一些湿的情况下 很凉的风直接来吹我的背和腰的 我会觉得不太舒服 那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太需要通风了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但是我还是觉得以这样的车的定位来说 我们在实际购买的时候 你就要么买顶配 要么就是买低配一些的车型 但是把座椅的舒适性层面的配置 把它选满 因为这对于这台车来说是一个很核心的功能 OK这是座椅到这里 下面我们继续看前面的配置 往下有一个除隔 那再往下的是两个Type-C的充电口和12V电源 因为现在USB是主流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Type-C呢 你买一个转接的头 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也就不挑这方面的刺了 后排现在是三个座位 三排座位 就是它是一个七座车了 我们看后面第二排是三排 三个座位的这个版本 它中间就有中央扶手 我们可以拉下来看一看 那背座在这个地方 如果放上水的话 还会感觉这个扶手的长度 可以再长一点 会更舒服一些 总体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第二排的感觉 我们现在把第二排的座椅的位置往前调 我们来去试试它的第三排 调的标准就是我的腿部空间 还有一拳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一直往前调 一直往前调 现在已经是调到最小了 但是腿部你看还是一拳多一点点 这跟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我坐在前面开车的时候 靠背会比较竖直 我不会躺开车的 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第三排 进出第三排是比较传统的SUV的方式 就是从把第二排座椅打开 然后从这里爬上来 因为可以电动操作 所以还算是比较方便一些 座椅我们复原到刚才的位置 腿部空间将将一拳 这是可以接受的 头部基本蹭头发 但比较好的一点是这台车的第三排有一个比较好的采光性 那侧面是有一个玻璃的 那这边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天窗 这是单独给第三排乘客留的 而且往前看的视野前面的椅背并不会过于的高 那我坐的也不会过于的矮 那所以呢往前看是能直接看到前挡风外面的视野 那这个坐着的时候心情就会更愉悦一些了 而且它对第三排的照顾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到位了 上面能看到一个独立空调的操作区域 还有两边都有座椅加热的按键 那这边还有一个杯座带线位的功能的 可以放随身的饮料 那这个第三排呢主要的一个缺陷还是在于乘坐的舒适性方面 因为它是一个类似板凳的一个座椅了 所以对大腿的承托就不要太奢望了 那包括往后靠的话 这个舒适性也是一般 那当然作为三排座的SUV来说 第三排几乎不可能保证你承托的舒适性的 这是一个天生的车厢的一个结构所决定的 所以放在SUV的标准里面 我觉得这个第三排是几乎可以令人满意的了 可以用满意这个词 但是放在所有的三排座的车里面 比如说跟MPV去比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 这个是现实存在的一个情况 使用空间最后一部分就是后备箱 这台车也是上下双开启式的电动尾门 电动尾门是这个级别一定得有的配置了 现在是第三排座椅靠背竖起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情况下后备箱的容积说实话 只能说是一般 在所有的三排座SUV里是一个比较中档的水平 那这个后备箱和同级别的竞品去比的话 主要的一个优势还是在于宝马这个典型的双开启式的后备箱尾门 那如果只打开上半部分下面部分是关起来的时候 那东西杂物在后备箱里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可以说是阻挡的作用 如果停在一些起去不平的路面上的话 那还有一点就是你打开之后去搬拿重物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可以说是承托的一个作用 我会更加省力一些 那第三排座椅放倒的操作是可以直接在后备箱通过按钮来实现的 非常的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 反应会稍微慢了一点 其实我已经按过了啊 完全在百分百复原这个操作 现在就是已经放倒的状态了 几乎是完全纯平的 而且空间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有五个人的行李的话 那这样的空间是绝对可以放得下的 那同时三排座椅周围 第二排的座椅也是可以放倒的 它的第二排有三个座位 可以支持比例的分折放倒 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小的角度的 那后备箱里面的实用性配置 能看到的有挂钩锚点和12伏电源 后面这边盖板里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可观的出入空间的 而且有一个周围链 这个周围链在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收纳在下面 这个是很方便的 那其实这一代宝马X7还有一个六座版本 六座车型和七座车型相比 本身它有一个核心的优势 就是第二排两个座位的话 中间会有一个通道可以过人 前后移动会更加方便一些 但是这一代X7的六座版本 它中间的过道也会过于的狭窄 所以通人是不方便的 那这个优势就几乎没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六座版和七座版之间怎样去取舍呢 我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思路 如果你的使用需求里面有七座的刚需 你想一下你的家庭成员 或者你用车的场景 会有坐七个人的刚需的话 那或者你的车上经常会有五个人乘坐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请你去买三排的七座版本 因为第二排有三个座位 你可以坐五个人 那后面你就加上后面的两个座位 可以坐七个人 那如果你是经常会坐三个人 四个人 那或者没有七个人的硬刚需 那包括你更想要一个后排的第二排的一个更舒适的独立座椅的话 你就去选六座的版本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在选配置的时候就有一个取舍了 我们就可以切入本期视频的第三个重点的就是购买推荐 因为最低配的版本 也就是一百万的那款低配车是标配七座版本 那它可以选六座的车型 那这一台中配版本是只有七座的 那最高配是只有六座的 那根据你座椅的需求相信你已经可以排除掉一个车型了 那还有就是外观也是一个大的方面 因为最低配是豪华套装 那是一个更商务更行政的一个外观风格 那中配和高配都是M运动套件的版本 就会显得我觉得不能用运动啊 这个词不是很准确 那只能说是更霸气更威武一些 因为它没有镀铬的视条了 几乎都是黑色或者深灰色的一些装饰件 那通过外观和坐椅不渝的需求 相信你已经可以选出你所想要的车型了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会有一点纠结的话 那我建议如果你是资金完全不紧张啊 对预算也不是很敏感的就去买最贵的 那如果你还是有理性在趋势的你去做权衡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台中配的版本 但买中配版本也要把座椅方面的舒适性配置选齐 因为这是这台车核心的一个功能点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OK这就是本期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我是徐超 下期再见 拜拜